同時也很詭異的事 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還有一部新聞 這是新聞背後的真相 國產疫苗到底行不行 6月10號高端就要解盲了 詭異的是解盲前夕 連疊六根疊停版的高端 在今天打開疊停 而且公道漲停 是有人事先知道解盲結果嗎 同时也很诡异的事 无独有偶的事 我们的疫苗审查委员 陈培哲教授突然之间 请辞不干了 这里头到底有什么猫腻 他的带领关系是 我们的医疗系统是 一个医疗系统两个世界吗 我们的指挥中心说 我们的空床很多 还有55% 但新北说我们的ICU只剩23床 我们的指挥中心说 没有医护离职潮 但医护人员却说 现在爆发了大量离职潮 怎么回事 跟我来介绍 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外科医师洪浩云 阿观好 大家晚安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王世坚 阿观好 大家晚安 邀请到公卫专家 祝年峰教授 姿生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财因专家 来先生 憲哥 阿观好 大家好 邀请到国民党 文庄委副主委 郑世伟 大家好 先带你来关心的是 我们的疫苗审查委员 研究院院士陈培哲教授 为什么突然之间请辞了呢 NovaVix是世界上做这个 最好的一家公司之一 那以这样的资源能力都 就是都没有办法 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出来 那台湾要做出来 这机会就是 相对的一定比NovaVix 还要低 我想台湾的这两家疫苗厂 7月是不可能通过的 要发展一个疫苗的平台 不是我们今天讲说 它有就有 它有一个基础的能力在 那只是我们那时候在选择 只能就提出申请 又表达意愿 那也检视他们相关的一些能力 让在竞争下去发展 有人在讲说 我们为什么不做NovaVix 在那个时候 确实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刚刚听到 陈培哲教授的说法 他说我不后悔 我说了真话 他到底说了什么样的真话 其实院士他讲的 真的蛮无奈的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你一个疫苗 你在实验的一个过程当中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他到哪一个阶段 他做什么样的事情 到了第二期 你实验完了之后 你还必须要做解盲的动作 那在解盲 在审查的时候 6月10号要解盲了 对 你实验署疫苗审查委员会 他们必须要都是独立的 但是你看到他怎么无奈 前一阵子 蔡英文总统 我的手臂是要给国产疫苗打的 然后讲说7月底 我们国人就能够打到 国产的一个疫苗 你都作为一个总统之尊 你都已经这样讲了 好了 实验署的审查委员 敢冒纳不为 让他不过关吗 对啊 所以说你都已经下指导级了 那这一个词要署的审查委员 是不是橡皮图障 你总统说要怎么 我就要怎么 然后他会违背自己的一个良心 跟他的一个专业 好 所以院士说 为什么他辞呢 因为没有办法 独立进行专业审查 是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也讲了 他有提出很多的一个建言 但是都没有获得采纳 你说他的一个专业 然后你都中央 你甚至于这一个相关单位 你都不给他做采纳的时候 他留在那边有何用 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他也讲了 在这个疫苗的一个 实验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唯一的一个技术 你就跟国外的不一样 所以说你这个技术 你跟国外的不一样 你怎么会成功 所以说他讲了一句 你说到七月份的时候 我们国产的一个疫苗 能够成功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我们听事件的说法 来 事件 我是觉得我们台湾不能只靠一位陈培哲院士 我们台湾也不能只有一位陈培哲院士 陈培哲确实过去对我们台湾 不管在医药界 生技界 他非常大的贡献 他逃离满天下 他是疫苗界领头的宗师 没有错 但是我们台湾国家这么大的资源 不能只压在陈培哲院士 一个人说什么 做什么 他战争什么 反对什么 可是其次我也必须说 终顶山林各有其志 我们也不应该说 过去你跟我们政府合作 那我们就赞赏你 现在你要离开了就诋毁你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如果陈培哲的离开 他没有带走任何国家 或者疫苗的秘密 他没有背叛我们国家的时候 那我们国家应该尊重他的离开 第三点 蔡总统讲得很清楚 让科学证明 让数字说话 我们国产疫苗千百个缺点没错 可是他很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他是蛋白疫苗 他跟腺病毒疫苗 跟Messenger RNA疫苗不一样 就是他不太有副作用 而且现在如果我们证明 他的总和抗体够的话 阿冠我简单讲 我们疫苗政策有很多缺失的地方 我们购买国际的慢了少了 我们也没有争取国际大厂的授权制造 这些过去就过去了 可是站在我们台湾一个国足 我们要保命而言 我觉得确实让国产疫苗 通过解盲之后 综合抗体构之后 副作用少之下 我认为我们全体国人 可以接受国产疫苗来保命 至于说打了国产疫苗跟国际接轨 我认为那个不用考虑了 因为你没有得到国际的承认 不但我们不能出国去 而且国际社会也不能进到台湾 但是现阶段 我觉得我们国足先保命为重 好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 施燕认为我们的疫苗是有效的可以保命的 第二个我想问的是 那你刚刚的说法是 打了我们的国产疫苗 恐怕不被国际所接受 所以拿不到疫苗护照 这是有可能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您刚刚谈到的陈培哲教授 说句公道话 陈培哲教授也没说 他要以一人之力来影响整个疫苗政策 他只是说如果 蔡英文政府已经先背书 已经先确定会过关的话 那么要审查委员何用呢 那么要回来问 朱医师 因为今天也谈到了 到底有没有保护力这件事 因为我们只做到二期 那二期只做到像刚刚 事件所说的中和抗体浓度 中和抗体浓度 我看了非常多的报道说 他只能证明他是不是安全 却不等同于他的保护力 我在这边其实还是要不厌其烦的 跟各位观众大概的讲一下 我们做临床实验的方式 那一个药物或是一个产品 他可能会不可能一开始就用在人身上 可能先用在动物 所以会做一些猫啊老鼠 这个都是动物实验 可是当用到人的时候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 在动物的身上可不可以适用在人 所以我们在第一期的时候 就要做人体的这个药理的实验 就比如说这个安全不安全 有没有副作用 或者是他的大概的 这个一些的药理的作用 就是药物的动力学怎么样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药 在动物吃起来是OK 在人吃起来会怎么样 所以这是第一期 到了第二期 他还是要看这个药物 是不是安全的 然后这个人呢 这个药呢 要吃多少的剂量 或是多少的频率 是一天吃一次呢 吃一天吃两次呢 还是五米里的十米里等等 那这个是大概第二期做完了 第一期大概很少 大概都是十个二十个三十个 比较健康的人 或是即便有病的话 也是一点点的 因为不知道这个药的 所以他这个在正常的人 做完了之后 那就看这个药物的安全 第二期稍微比较大一点 多一点 可能有三十个一百个 或是两百个三百个五百个这样 那因为他看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看的比较多 那大概做到第二期的时候 你大概如果 第一期到第二期 大概是百分之七十 那可以做到第二期 第二期做完了之后 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可以走到第三期 为什么要走到第三期 就是说好 我要做大规模的一些临床实验 可能几百几千人 或是上万人来做了 然后在吃了之后呢 他们还是问 这样一大群人吃了 够不够安全 那够不够效力 然后吃了 在整个临床上的效果是怎么样 如果你今天吃了一半 收手 那我当然就结束了 那不要忘了这是第三期 所以大部分的所有的药物 都是做到第三期的时候 那有的好一点 在其中资料解盲的时候 他就说看到很有意义的差别 我就可以不要再做了 就可以进行 那像这一次的莫德纳 对 莫德纳 或者是Fighter的 对 他们就大概做到 他们都是做到第三期的 中资料已经解了 中间的时候已经解了资料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赶快紧急授权上市 但是他还是要把第三期做完 甚至他还要做到第四期 第四期就像怎么像 以色列他打完了七百万 五六百万人对不对 他还要再看看 他是不是有效果 或者是在英国 他打完了这一群人 这叫做上市后 或打了之后 那个就是可能几百万人 真正药物出来没有副作用 所以你可以看 从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它是有一定的规矩 一定的目的 一定的这个方法跟程序 然后如果说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高端 他可能在第二期 用的人是比较多一点 他用三千人 对 他用的人 比我们可能三百人 或者六百人 但是他的目的 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只是告诉你说 这个一般来讲 他会被综合产生抗体出来 但产生抗体 不一定有临床的治疗的 预防疾病的效果 所以第三期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这一群 这个药投入在一个什么 有传染病流行的地区 看看这个是不是真的可以预防 一些传染病的发生 不会得到这个疾病 那你即便你综合的抗体很高 但是你真正遇到病毒的时候 搞不好他们不能预防 所以就是说到第二期 只能证明第一个安全 安全 第二个 它抗体有没有出来 会有很多可以打仗的阿兵哥 但是这个阿兵哥 上战场能不能把敌人杀死 这件事情要到三期才知道 到第三期来看 那三期就是有效性的问题了 有效性 而且它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你花了很多钱 去做了这些 打了这个疫苗 如果你如果只有好一点点 好1% 你要不要打 那可能就要考虑考虑 所以他一定是说 我花了这么多钱 打了这么多疫苗 一定要有一个显著性的差别 所以你可以看世界卫生组织 它通过的都一定是超过 预防效果都超过50%以上 这样 好 那包括像莫德纳 包括像 我们所看到的辉瑞 他们其实都到90%以上 对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 所以我们经常在看 保护力什么95% 90% 指的就是刚刚 注意事所说的有效性 而这个部分呢 照注意事的说法 要在三期才看得出来 换句话也就是说 我们只做到二期 只能确定我们的疫苗是安全的 我们只能确定 我们的疫苗可以产生 可以打仗的阿兵哥 但到底能不能打胜仗 人家三期才知道啊 是啊 虽然说 现在讲起这些 基本的流程是没有错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就是这些疫苗 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是去年 去年那个时候台湾没有疫情 所以当初在设计这个 设计这个疫苗的设计 我们就想到第三期的问题 当时就有问 我们第三期我们都没有病人 我们这个疫苗要在哪里 做第三期试验 所以当时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就是说 到国外去 我们要到疫区 疫区去把这个疫苗拿过去 那另外一个做法呢 就是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 我们当时 第二期的时候都先把人数 你看那个其实 AZ 莫德纳 BNT 他们的第一期第二期加起来 都没有超过三千人 甚至莫德纳第二期 才六百多个人 因为他们把目标放在第三期 那我们那时候知道说 我们第三期没办法大规模的 找这个有疫情的地方来做的话 我们当时就设计了 所谓的这个免疫桥接研究 但这个东西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争议 但是我要讲讲一下 你疫苗接研究是什么 这个图啊 下面这里是所谓的这个 综合抗体的浓度 那假设综合抗体的浓度够高的话呢 这里是所谓的这个保护力 浓度越高 保护力越高 这个没问题 这个这里这个地方 是血清 也就是说 如果你自然染疫 染疫后 痊愈之后身体就有抗体 那时候的血清中的浓度 我把它定为1 OK 那它的保护力 我们视为大概是 大概9成左右 其他的疫苗呢 在这里 科兴 AZ 娇生 还有这个俄国的某个疫苗 BNT BNT 这个莫德纳 跟这个诺宝瓦克斯 好 那这个图到底在讲什么 是说 我们发现 如果说 这个疫苗打下去之后 在身体里面可以产生 某个浓度的综合抗体 那我们就可以 把它放过来 看说 这个疫苗到底有没有效 那刚刚有讲到说 这个所谓的超过五成以上 视为有效疫苗 科兴勉勉强强 突破这个 这个界限 这个门槛 其实你会发现 最近的新闻一直在讲 巴林 这个什么 赛 赛西 这些国家 打了中国的疫苗之后 疫情一直都没有控制住 两个原因 第一个 科兴一开始的疫苗的 那个效价 它的抗体浓度就不高 第二个 它是减毒疫苗 我们现在发现 冠状病毒的 这个减毒疫苗的 那个长期的免疫的 那个维持有问题 就是灭活疫苗 对 就减活疫苗 它是拿全病毒株的 那在这里 我们在AZ跟焦生 他们是走 这个腺病毒疫苗 那这里莫德纳跟 这个BNT 这个是走mRNA疫苗 临床上 我们发现的是 mRNA疫苗 跟这个蛋白质 这个次蛋白的这个疫苗 似乎效果还不错 所以当时去年 我们在设计 这个国内疫苗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说 如果我们三期 没办法做的话 我们可以 第二期能抓多一点 确保说这个安全性上面 没有问题 临床上第三期 先用这个免疫桥实验 如果说这个病毒 这个疫苗打下去之后 身体的抗体浓度 达到足够量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有效 当然 但是这个标准 并没有被WHO认可 是的 WHO并没有说 你的中和抗体 如果够高就代表有效 它说还不能够用这个准则 来判断这个疫苗有效 这是目前还有争议的地方 但是我一定要强调就是 如果回到去年 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的第三期临床试验 就是会有执行上的困难 所以我们当初才会 最后折中采用这样的方式 但仍然不能避免 陈培哲教授所说的那个风险 他说 他并不是说 蛋白质次单位疫苗就不好 他是说我们竟然把所有 我们本来有三家在做疫苗 国光 联雅跟高端 现在只剩下两家 就是高端跟联雅 他说我们把所有做疫苗的公司 都压在同一个技术 就是蛋白质次单位疫苗 那万一这个技术没有过关呢 因为现在全世界 除了我们之外 只有另外一家公司 用这个技术做疫苗 这家公司叫做 Novavix 这是美国的公司 而这家公司呢 目前仍然在三期进行中 还没有拿到紧急授权 当然也还没有拿到药证 那万一他没有拿到呢 他若没有拿到 那我们的高端跟联雅不就全部共估了吗 应该让我讲就是 疫苗的开发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一开始有好几百家公司 全世界那么多的公司在做疫苗 现在上市的就只有这几家 当然我要讲的就是 有些人说怎么 我们为什么当初选这个蛋白次单位 为什么我们不选这个 腺病毒栽体或其他地方 我们要回过来讲 MRNA技术 目前国内大概还没有这个技术 那当初像中国用的是减毒疫苗 但是其实在当年SARS肆虐的时候 很多国家在做这个 冠状病毒的疫苗的时候 我们其实发现 减毒疫苗的这种 全病毒单位的疫苗 效果就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一开始 很早就放弃了这个走法 所以我们只剩下腺病毒疫苗 跟这个目前蛋白次单位疫苗 那腺病毒疫苗 可能技术上面有问题 总之我们最后选的 这个蛋白疫苗 那你说如果国外那个 出了问题怎么办 如果它没有过关 那我们岂不是 就是国产疫苗在 制造武器的这一块上面 我们就只能全部仰赖进口而已了 就只能仰赖进口了 是的 所以那是我们最不愿意 看到的结果 谢谢大家 点赖 谢谢大家